日前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开幕了 一部中英合拍的三维立体探险片《传奇》 受邀请了参展 这部电影的其中一位主演 就是刚刚生完孩子并且复出的演员黄毅 当天黄毅一亮相发布会现场就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发布会上刚生完孩子才两个月的黄毅 显然体型还未恢复到生产之前 此期算来1月19号产下女儿的黄毅 三月底就匆匆复工 此次前来站台的电影《传奇》 已经是她产后宣传的第二部电影了 那么身材尚未恢复如初的黄毅 为何这么心急就早早开工了呢 虽然黄毅为宣传自己得意的作品 不顾体型尚未恢复就出来亮相 但她还是从朋友那里感受到了一点点压力 他们都对我很苛刻我身边的人 他们都会说黄毅你看你现在你要减肥啊 我的服装说黄毅你看看以前你穿多少号 现在你穿多少号的衣服啊 我说你们为什么对我这样的一个才两个月的妈妈就是那个要求那么高呢 所以我觉得我的压力来自于我身边的朋友 因此为了能不辜负朋友及观众的希望 黄毅也向媒体承诺自己会尽快恢复体型 我会努力的 然后希望真正的付出工作的时候 一定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观众 哈哈哈 嗯